好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楼 民贵111年2022年10月26号 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 7点钟的时段 长时间 我都把跟各位荷包有关的资讯 摆在这个时段上面 不管是投资理财产业科技 这方面的讯息 在这地方方便大家锁定收听 也会有很多在企业界的朋友们 会锁定这个时段 希望提供的一些访谈 跟我准备的一些的材料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今天在我现场有一位的来宾 其实我是一个出版社 请他来导读一本书 我先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 只嘴挑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议题最近太夯了 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半导体地缘政治学 这本书野人文化出版 野人书我们也常常挑选 读书共和国的系统 那野人出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是日文书翻译的 那作者是太田太燕 那太田太燕是谁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他还拿了 这个日本最大的新闻奖 叫做博恩上田国际记者赏的得主 那这叫太田太燕的呢 他是日本经济新闻 因为日本经济新闻我也会常常看 日本经济新闻的编辑委员 那1985年加入呢 日经新闻 他留学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曾经派驻华盛顿 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地 主要负责呢 转述呢 贸易外交科技 国际金融等方面的报道 也是日经春秋专栏的撰稿人 好那除了得到刚刚讲的 这个博恩上田国际记者赏之外呢 他的他的著作呢 也很多 好那呃 这本这本书呢 半导体地缘政治学啊 你大概大概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挑 因为半导体这个议题 现在太热了 他已经是大国政治的竞争当中的 非常核心的环节 所有的科技竞争 科技斗争 现在几乎呢 都绕着半导体 好那这本书呢 当然值得值得读 值得呢介绍给大家 尤其半导体呢 跟台湾息息相关啊 台湾在半导体产业里面 卡在一个非常敏感 而且无可替代的位置上 上面啊 我们整个的足科台台积电 全世界呢 现在呢 听听到台积电呢 都肃然起敬啊 对台积电的所有的动向呢 都是高度的关注的 那台湾今天之所以呢 在地缘政治当中呢 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呢 无非呢 就是呢 这些因素 台湾现在就是呢 可以说天时地利的人和呢 都具备 好 但是对我来说 今天重点不在于 还不只在于这本书 重点是 谁能够去导读这本书 啊 这个人就就重要了 这个人呢 嗯 大家过去 如果熟也好 不熟也好 今天开始 你都要认识他 这个人叫做乌灵祥 那他现在是 呃 竹科的电子时报的总编辑 电子时报 一般人大概买 买不到他的报纸 大概也 也不太会接触 他的 他的报纸呢 你可能也不会呢 特别特别看 可是电子时报 是 是台湾 呃 所有的媒体呢 都不谨记 但是电子时报 要例外 电子时报 呃 他的订户 客户不用多 只要科技业者 够就可以了 第二个 他还有他很很大的 是在他的 他的资料库 电子时报的资料库呢 是 是他的 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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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所处的位置呢 跟台积电一样 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当你要使用 他的资料库的时候 几乎都是尖端的 而且是要 够规模的科技业者 要花很大很大钱 去订他的资料库 所以那这是电子时报 很独特的地方 那之前来 我也访问过 电子时报的社长 那黄金勇 但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 电子时报的 新任的总编辑 吴林祥 欢迎 向王你好 听众们大家好 吴林祥 我想很多人 对他印象深刻 大家都还记得 他的帅脸 他 他在过去 是我的新闻同业 在台式的时候 台式的当家的 当家的主播 那吴林祥也跑过 很多的 很多的新闻 虽然之后 之后没有 你算是离开 媒体圈吗 离开媒体圈吗 算是离开过一段时间 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算是 我自己在我的 心同仁介绍 在公司的 那个网页上 贴的是 花甲学子 重启航 重新再入媒体 他又去念了一个博士 就吴林祥 当我每个月 真的见到他 或者跟他联络的时候 我都发现 他始终都跑在我的前面 不敢 每一方面都领先我 不敢 绝对不可能 我继续进化是真的 我继续保持进化 其实很多年前 我曾经访过吴林祥 吴林祥 吴林祥 吴林祥写了一本书 很有意思的一本小书 就是在讲 男人其实就是喜欢稍微choppy一点的女人 那个审美观很独特 我记得那次我还特别访问了吴林祥 吴林祥 当然今天的重点 并不是我跟吴林祥 游戏之作 就是反社会的一些概念 对 我只说吴林祥 吴林祥 当然吴林祥是 他有很特别背景 他是蒙 蒙古人 对不对 我祖籍蒙古 父母亲都来自内蒙古的 是内蒙古 对 一般人都会要问内蒙古 还是外蒙古 但外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 以前李敖还在 事总没碰到 我就说你是外国人 他是开玩笑的 那我父母亲的出生地 现在其实也不在内蒙古了 中国因为改变了很多次的地理化 区化 所以现在已经被画到跟内蒙古 比林的辽宁省的一个市 叫朝阳市 就北京朝阳区那个朝阳 两个字一样的 朝阳市里面有一个蒙古族的 卡拉庆左旗蒙古族自治县 那事实上就跟内蒙古就比林 翻过这个山就吃风 所以你 但是你的血统就是蒙古族 是 我们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身份证上写蒙古族 然后呢 后来我们身份证不是改成 以前有祖籍嘛 后来没有就 然后最后是出生地 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我也才被 护证事务人员 因为搞不清蒙古 要这么写 就给我写一个蒙古特区呢 那个那位 那位护证人员 可能学政治的也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他给我写个蒙古特区 后来没有多久 那个又被改掉了 后来大家都是写出生地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在台湾 我们小时候就说蒙古人嘛 那可是现在你讲 我是蒙古人 这个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意涵了 到大陆去 你也不会说我是蒙古人 到大陆我们常常出差 或者旅游 我们就说 大陆的讲话 叫我们是蒙古族 蒙古族 对 但这个族这个概念 在中国大陆 现在也有很多争议 我有个中华民族 怎么还有另外55个 少数民族 这怎么会是 所以大陆也有学者 希望把这个民族的概念修正 要学台湾 叫族群 而不叫民族 那这个还是一个 debatable 还是一个非常争议的 一个议题呢 那我们比较不太喜欢 谈民族主义 因为总是潮谈厉害 因为牵涉到 每个人内心 很深邃的情感 而且很可能是在他 进入社会之前 在家里的这个时候 发展心理的过程当中 已经建立他的identity 那你要去辩论 去驳斥 去改变 人家这都没有必要 我相信那个感情 只要是真实的 我们都要尊重 对 波子 我在表现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我碰到的蒙古人 我都蛮喜欢的 包括我的高高中老师 乌荣 师大夫中那一位 对 我像一位叫刚华明 对 刚刚华明老师 那个是非常有个性的蒙古人 就是听他上上课 我常讲 就是他 他教了我两年的历史 那两年 你看一学习上完了之后 他大概讲不到一章 他还听到第一章 我记得你跟我讲这个 对 那其他上课在干嘛 其他上课都在跟我们讲 白嘉丽 崔台青 都在跟我们讲这些 然后讲蒙古人 只有讲到蒙古的历史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点认同的错乱 他那时候 讲蒙古的 他也许刻意 他说说 当年蒙古人来打我们的时候 他想到不 当年我们去打你们的时候 他会出现有点认同的错乱 好 不过让大家再认识一下乌林祥 毕竟已经很久 乌林祥没有来到费地联波网 费地早餐 那今天我们谈的呢 请乌林祥谈这个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你原来大学是学什么 我大学电极系 然后我第一个硕士也是念电字 电字就是电脑加资讯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电机系里面 电脑跟资讯还没有完全拆开来 所以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Michigan and Arbor那个大学 那个program 我那个念那个硕士program 就叫做电字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毕业没有多久 他们就把它慢慢拆得变比较细了 当然现在又有合并的趋势 像台大有个电子学院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科技都在底下 非常多 很大的学院 好了 我们回到这本书 当然我现在有个新闻的大背景谈起来 因为这个大背景 我偶尔也看你的 不能说偶尔 就是你的视频 如果有推动 推动到我的手机里 我大概就会看 请你开启小铃铛点阅 对 而且我都是从头看到 我开玩笑 我其实没有自己专门的频道 或者YouTube的 我的专门 我只是公告给一家电视台 就环宇电视台 环宇我有定 环宇快评那个节目 有十几位学者 我不是算学者了 因为我答应他开始做的时候 我论大 就不是论口识还没有过 大论还没有过 那现在我当然已经过了 当然马上就要毕业了 所以那十几位除了我以外的学者 大家轮流分担这个环宇快评 对我只跟你讲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还关注着你 一直活在你的 感谢 感谢 我何德何德 好 来下来 回头我们来看这本书 因为最近的就是当半导体 半导体当然是 当然是所有的产业的上游产业了 是 那台湾在半导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量 也不用多讲了 但是现在因为全球的半导体战争 方兴为爱 我们我们先看的 我说先从一个最新新闻谈起 当然美国呢 针对半导体的发动制裁 尤其在今年五月以后商务部开始在搞 在搞在chips fall等等 这些都已经都已经引然成形 那美国呢 正在他的产业科技领域里面呢 去建构他的系统性的优势 那无论如何呢 都要把半导体这一关呢 要守住 所以那半导体呢 是一场不是竞争 而是一场战争 同意那中国大陆这几十年的时间 想要在半导体当中脱困 但是到现在为止不明显 是 但是我们先看就是说 他现在所发动的最新一波的 据称是最严厉的 半导体的封锁 对于这个封锁对象当中 主要是中国没错 这个封锁会有用吗 为什么要做到感觉上面要把要把全球的这个就是说供应链几乎都要扯断 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用 我们常问的问题都也是 好像一个单一的案 事实上答案往往是有科度的 所以我可以回答你说有用到一个程度 那就是什么程度或者怎么用呢 就是拖延中国科技业的发展 甚至在进一步拖延缓了中国整个科技产品制造业的发展 然后进而就会拖延整个中国国力的发展 这其实是美国最大的大战略 因为乡龙学政治的嘛 这是国家权力转移之争 那大哥看到二哥追上来心里不安全 所以希望他的压后一点 那我把你压制住 你不要跑太快 让我努力自己再跑快一点 把我们的差距拉大一点 那这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的整体国力压的比较压抑到比较强烈的话 就靠半导体 就整个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那用处显示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 就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制造业的发展 整体的国力发展 都因此有可能延宕到一个程度 那他现在接下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半导体呢 如果我们用餐饮来比较 它就像盐 食盐的这个盐 那你没有任何餐饮业可以没有盐嘛 所以如果美国现在可以控制住全世界的盐 只有他买得到 只有他做得到 你只能跟他买 他是不是等于某种程度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餐饮业 大概这样这个逻辑大家就了解了 那如果说进一步 大家看看自己手边身边的这个任何电子产品 回到家里的厨房 微波炉冰箱 走到家里食衣机扫地机 或者你一般用的电脑 桌机 平板 游戏机 手机 这里面都有晶片 越先进的国家 平均一个人能够分担到的晶片越多 我在三年前看过一个统计书记 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名列前茅 一个人身边的产品 那三年多以前 说大概台湾一个人身边的产品就260个晶片 现在我相信这个数字绝对倍增 还不止 因为如果你开一辆汽车 那你马上的晶片数量要增加了几十个 对不对 所以晶片就变成了21世纪的国家竞争的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 可以比拟成二次一次世界大战的钢铁石油 这样讲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啊 基本上就是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最核心的原物料 当把它也看成原物料也可以 但是因为晶片半导体制造它的产品是晶片 所以它是我刚刚讲这电子制造业的上游 可是它本身也有可以分上中下游 所以讲到原物料 我们会再讲到半导体 更上游的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啊 软体啊 工具啊 还有它的材料 就是制造 那当然最早第一代或者第一类的就细跟折 现在有所谓第二类第三类的半导体 台湾翻成第三代 这个翻译其实是错的 只要大家都以后都能改过来 日本也用 就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因为你讲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大马就会想到说 是不是第三代取代第二代第二代取代 取代了第一代 其实不是 它的关系不是这样 它是三类 那为什么你会有第三类呢 我们举个比方啊 像我今天早上来费地时间 我跑到对面去吃麦当劳 这个这没有广告嫌疑啊 就吃汉堡嘛 那汉堡你可以想象 你用的汉堡就是第一类 或者第一代的汉堡 后来日本人不是有的摩擦汉堡 发明用米吗 那你可以想凹这第二类 最近又有人发明了纯素的 不是真正的肉的汉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第三类 为什么会有第二类第三类出现 因为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那半导体完全一样 第一类的半导体 它已经能够做很多事 可是慢慢人类的需求 又需要更多 就有第二类 那现在有第三类 那你说那第二类第三类 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呢 满足人类对于电子产品 需要更高的电压 更大的电流 更高频的这个振动频率啊 那因为这些需求 所以就会需要更多的不同的材料 原来第一代的就是 单一元素细根折嘛 第二代第三代出现化合物 就几种元素混在一起 那它可以承受更强的电流 更高的电压 更快的频率 那你如果要再细一部分说 什么产品会需要这么更高电流 更高电压 更高的频率 什么汽车 电动车 你把这些电动车 智慧车 自驾车 蔚来车都可以 现在这个名词还没有完全统一 就将来我们会需要 越来越多的产品 需要第三类半导体的材料 才能做出的晶片 才能够满足这些产品的 requirements需求 这样清楚吗 好 我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 在我们现场是吴林响 吴林响虽然是老朋友了 很优秀的老朋友 很优秀的新闻同研 然后 我会讲的太严肃了 你这早餐我也常听啊 好像应该轻松一点吧 等下我讲个笑话可以吗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 我一定会让你早上来讲笑话 好 待会儿呢 我们先从这本书的框架 我们先先做一些的 做一些简单切割 就是今天 既然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半导体战争 地缘政治 简单讲就是 在地球上面 几乎绝大部分的事情 你的选择几乎都被地缘所决定 那在最近我们谈 半导体地缘政治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绕着 美国跟跟东亚的这个区区块 这个 这个竞争领域很残酷啊 就是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中国 其他的几乎很难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了 欧洲固然也有一些 但是欧洲在这个战争里面 是是边缘的 是资源 那你也会看到包括了 包括了就荷兰的 荷兰的这这些呢 这些他的设计设备出口等等 他当然也有些角色 但是主要核心的竞争 地缘上面来讲 其实就是东亚 所以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其实就是东亚地缘政治当中很核心的部分 那到底美国有什么优势 中国现在的劣势又在哪里 在这场的地缘对中国的围堵的时候 那现在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 未来又会如何 来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乌林响聊 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老龙 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在我们现场的那是乌林响电子时报的总编辑 那请乌林响的为为非得早餐的导读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很难得 因为这个问题几乎现在每一天呢 都是媒体或者国际政治上面的热门的议题 那而且因为它有它的专业性 你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坦白说它会有一点的门槛 那你除了对这个产业要熟悉之外 你对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 你也要有点熟 也要有点熟悉度 否则台积电不久之前呢 也不会去招聘一些呢 就是说国际分析的这些的研究员 就是现在的这种的产业啊 如果你完全不懂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啊 有时候它也是个风险 好 那因此呢 这本书呢 半导体地缘政治学 这翻译了 好 那这个202030 作者呢 是作者呢 是这个太田太燕啊 那他是他是日本的作者 这方面来讲的也是很资深的记者 那中文的繁体版的野人文化出版 好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呢 美国呢 美国现在呢 尤其拜登上来了之后啊 针对半导体呢 对于中国的挤压 已经已经已经到了到了就是说呢 天罗地网的地步 就无论如何就要把你挡住 偶尔也会也会听到大陆呢 努力的要想办法去去去突围 是 好 那我们先看美国美国现在半导体业啊 它到底有什么优势 那台积电又是带个什么样的位置 半导体是全世界各种产品里面 一个产业链啊 或者像供应链 或者像价值链 都可以意思都一样 就是supply chain啊 或者有人把它翻成value chain啊 或者英文叫value chain 它是个非常长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条河流 它就很像像长江 对它的最上有可能在 在这个青藏高原 青海的某处 三江汇流之地 然后呢 就不断的蜿蜿蜿蜿 然后有非常多的小的资料 这样汇聚进来 最后才到了出海口 上海啊 出海口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 在这整个这个流程当中 美国本来是半导体的发明者 1958年第一颗IC在美国发明的 然后美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然后它当时当制造也是非常厉害 可是呢 美国因为整体的国家的大战略 是outsourcing 就是把制造业外包出去的 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说 我们掌握最上游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获利最高的 我们做IC设计 获利动不能有40 50% 那那个制造业呢 哎呀 又要买那么多的这个设备啊 这个你每年折就完 这成本这么高 万一这样做不好 你这个压力很大 财务不行就垮掉了 那这种事我们不要做 因为它的毛利不可能20 30 撑死的30都做不到 我们通通丢给日本 丢给韩国 丢给台湾 韩国台湾日本 所谓东亚 甚至包括后来后期的中国 都在这个机缘巧克力下 接收了美国丢出来的 制造的这一个部分的环节 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半导体 这个产业链就形成了 美国在最上游掌握了设计 掌握设计所需要的软体工具 那日本呢 这个当然话语很长 但简单来讲 结果就日本也掌握了 上游的部分的制造设备 很重要的材料 很多部分是日本 所以他们就做上游的部分 结果没想到真正的制造的部分 就跑到了台湾韩国 各善生产 台湾是有逻辑晶片 其他晶片 那韩国主要记忆晶片 中国大陆就做了 更制造里面 更后端的封装测试 他就从这个地方切入 所以这整个这样分布的结果 你说美国现在的优势 还是在最上游 可是他现在更看重他的劣势 因为觉得说 中国变成制造的工厂 可是以前世界工厂 是我们美国 现在我们美国 我们后来美国变成世界的市场 这样不行 这样子我们觉得很危险 而且他们看到台积电 也会心里非常酸 为什么呢 我们明明认为制造业 这个毛利很低 结果你台积电 居然把毛利做到55% 吓得吓死人了 你这个做制造 比我们做设计赚的还多 而且我们所有做设计的公司 包括苹果也做设计自己的IC 还包括最近很红的NVIDIA 灰达对不对 还有AMD 听说他的总裁 最近要来台湾 也是台湾的小留学生 Lisa Su 他们都要拜托台积电 来帮忙生产晶片 换句话说美国再会设计 再会设计 他没办法制造 你设计完之后 都必须要拜托台积电来制造 台积电的 这个叫代工 就是你做了 我代替你生产制造 这个产业叫代工 叫Foundry 台湾台积电的Foundry的产能 占全世界65% 然后再加上联电 利基电等等的加钱 台湾占全世界的Foundry 就70几%了 所以他们当然会害怕 当然会害怕是合理的 然后当然他们也更强调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去抓任何一个别的环节 也有的环节 譬如说 上游最上游有一个材料 在日本 我们叫光刻胶 那个在日本有两家公司 就占了全世界差不多九成的这个量 那日本如果这个不攻击 全世界也很危险 所以换句话说 半导体里面有很多的环节 都集中在非常寡占的少数 一两个国家当中 那台湾就是因为你刚刚讲 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我并不是按时说 哪天老公就把台湾就拿下了 而是说他只要有骚扰 台湾不能够稳定出货 好像我们这个年纪 应该都记得921地震 921地震1万周 美国纽约 约约沙马上就跌 就以为台湾严重 半导体都不能供货了 现在如果 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就任何 任何一种某一种情况之下 台湾没有办法供货的话 半导体没有办法供货 没有办法代工 这几天下来 全世界的股市不知道跌多少 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缘风险 因为地缘就地理位置 地理的位置的分配 还有地理的资源 包括我们这个产业 经济的分配 都是给定的条件 这就形成了很大的 对美国来讲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就是国家安全的风险 chips4会成功吗 还是跟你刚刚问的 上半天问第一个问题一样 它会成功到一点点程度 到某一个程度 但是比你刚刚问的 第一个问题要程度更少一点 因为美国要chips4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制造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我没有制造的能力了 我希望拜登 拜登希望 我把拜登在竞选期间的 所有的竞选文件里面 跟供应链的我都看过了 跟他后来发布的 14017号命令 然后百日供应链报告 到后来一年之后的 一年后的各种报告 供应链重组报告 我都看了 他非常清楚的目标 就是要把制造的产能拉回到美国本土 那拜托 你Arizona 我们有很好的地方 德州很好的地方 你台积电是不是来 你三星是不是来 我们也真的都去了 但是他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之内 把那么大的产能 或者让美国的产能满意 让他自己满意到一个程度 所以他必须怎么办 先要控制 他没有办法控制到的产能 仍然在他的控制 产销在他的控制之下 所以他就希望组一个联盟 联盟力就说 你们都来靠拢我 你选边站跟着我做 我发号施令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那可是呢 如果我在台湾的台积电 台南的厂 台中的厂 竹科的厂 我听你美国的话 也合理了 倒不是说美国用政治高压 而是因为他掌控的上游 我们先不要想国家 我们先想这个产业 他的确掌握最上游 他如果不供给材料 不供给设计软体 不供给这些制造设备 给台积电 台积电当然就没办法引领下去 这个其实全世界 任何一个半导体厂商 都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其实可以用 最上游的软体设备 设计的这些能量 或者本领去控制 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链 那但是他这样做以后 他仍然不放心 所以他会希望你 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在台湾可以 你来美国更欢迎 但是请你不要去中国大陆 所以去负是谁 是韩台日 加上美国 那你也许会问 为什么没有欧洲 因为欧洲在制造能量上面 其实比不上韩台日 所以美国现在不需要他加入 这个所谓C4 这C4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去掉红色供应链 就是让全世界 大家所要买到的 或者西方世界 想要买到的晶片 透过这个联盟 都可以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而让这些买主 这个市场 不要转移到中国去 大家不要去跟中国买 这个意思 当然中国现在产生 也不是很强的 昨天有一位 也是业界的 其实资深的记者 但因为他不跑这个路线 就被assign要跑这个议题 他就说 我看中国大博28奈米 是世界第一 是不是真的 他来问我 verify一下 我说不是 然后我就回去 电子时报资料库查了一下 中国大博28奈米的产能 蛮厉害的 但绝对不是世界第一 台湾在28奈米的晶片的产能 还是他大概四倍 所以说台湾的产能 的确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我讲是制造的产能 制造 所以台湾制造真的很强 当然他围堵的对象 还是在一个大国政治的竞争当中 在这个大框架之下 主要在这框架下面 所有的发动 所有的整合 基本上面就是中美竞争的框架 没错 中美竞争 我之前整理给大家听过 就是说 因为现在习近平即将要开始 他的第三任期 因此最近 美国的一些的主流的媒体 跟智库 有关于中美关系 是十年的整理 也比较多 其实2013年之后 整个的中美的这种的竞争态势 就都已经台湾滑了 2013年是很多 很多现在的国际政治的 要分水岭的时候 2013年是个关键 包括一带一路的提出 包括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 包括Hillary来到亚洲 谈重返亚洲 都是在2013年的事 好 那这十年的 十年的整理 就是告诉你说 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 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 除了还没有动刀 动枪以外 但其他方面都非常的尖锐 那中国 中国现在的半导体 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面 面对到这种的 铺天盖地的封锁的时候 他有脱困的机会吗 还是一样 有 而且这个机会在我看也不小 但是不是全面性的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一触可及 他必须在不同的环节 去慢慢找到各自突破的点 这是我现在观察到的 也不是现在 就过去一年 我的心得是这样子 而且我也找到了几个环节 或者之前我猜测 他可能会从这个地方突破 像我们刚刚前一节 讲到第三类半导体材料 或者我们讲到EDA的软体 就是设计晶片的工具的软体 这些部分 他都有不同的 某种程度的推进 在我看还不到突破 那我现在讲这些东西 可能对现在正在听的听众 我猜很多人正在开车 你可能我讲了一下很快 讲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今天在推荐这本书 所以我就建议各位去看 半导体与地缘政治 这日本人写的这本 太甜太艳 我对这个作者还蛮有感觉的 为什么呢 他是念量子物理的 他的背景跟我一样 就理工的背景 但他写这本书 写的还蛮带感情的 尤其后面三章 最后三章是我们台湾人 比较不熟悉的 日本的角度 日本人的感情 日本人对于怀念80年代 他曾经是世界第一的 这种风光 现在走这个 这个昔日堂前 验着落入寻常百姓家 王谢堂前 也落入寻常百姓家 那种怀念 或者那种 有一点小小的悲愤 让我看来还蛮感动的 所以我刚刚前面 如果讲的太快了 我建议观众 听众朋友们 可以看这本书的序章 他讲白宫的策略 第一章是美国的 重组供应链 就我刚提到的 然后刚刚香文讲到 这个世界的 这个重要的地缘 正大国的竞争 主要就是中美 在这个书的第三 第二章里面 主要讲就是脱钩的 各种可能性 那对我们一般人 台湾的读者来讲 第三章就比较浅 因为第三章讲到 这个暴风眼 或者台风眼 他把台湾这样比喻进去 里面提到了 Morris章 张忠谋 里面提到的台积电 这些都对我们来讲 都很熟悉 所以如果你光看第三章 会觉得这本书比较浅 那第四章就专门讲 中国要怎么突围 就回到你现在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按照第四章 习近平的百年战争 这里面的内容 回答你 刚刚的问题 有可能 进一下广告 我们再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乌林祥 来进广告 回头聊 好 非得早餐 我是唐强龙 来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乌林祥 电子时报的总编辑 我请乌林祥老朋友 但是他长时间 他除了媒体工作之外 他自己的专业 他在关注这些议题的时候 总是比我深刻 而且全面很多 这本书 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我刚刚提到 我是请他来导读这本书 作者是太甜太烟 繁体中文版 是台湾野人文化出版书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因为对大家理解 现在的中美的大国竞争架构 以及台湾在里面敏感的角色 美国如果要卡中国脖子的时候 台湾是跑不掉的 台湾一定会被绑在战车上面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但是中国也很清楚知道 他在半导体当中 他是弱势的 那二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也一直想寻求 寻求脱困 可是屡战屡败 许多的投资 不管是紫光啊等等 最后呢 都被当作是笑话一样 在看待 但是他除了脱困之外 看起来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选择 那我们看一下中国 从中国接下去会怎么样 就是美国 美国要完全脱钩 也不可能 那中国在面对到美国 这种铺天盖地 都已经是chips fall 虽然韩国表现的有点的别扭 觉得他没有办法 他跟他的晶片 绝大部分都卖到中国 他现在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这么紧密 他绝大部分的外汇 都是跟中国贸易赚的 还不止他 包括他的产能也 很大一部分在中国 对 生产基地在中国 那中国的筹码是什么 中国能够从这场的竞争当中的 摆脱这个困境 他能够走得出来吗 他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的筹码就是市场 他就是买方嘛 你刚刚讲到美国 对中国的制裁层层加 那为什么 我其实以前写微评文章 看起来有点犹豫 好像进两步退一步 因为很多的上游的设备 软体都是美国厂商 那美国厂商看到那么大一个市场 你不卖东西进去 政府告诉我说不可以卖 那你要卖卖给谁呢 对我要卖给谁 他就会跑去拉比 那美国的国会的文化 然后各位如果上网查 会查到最近这些 半导体科技的大公司 在美国华盛顿的 这个拉比的经费 因为美国这个必须要公开 或者可以统计可以查得到 都增加非常多 甚至包括我们台积电自己 也在前年吧 在华盛顿设立的办公室 找了一位美国过去 在国会这个 我如果没有记住 他名字叫Peter Cleveland 在这个科技界 在国会游说很厉害的 一位前辈 然后隔了半年 好像又雇佣另外一位 我名字记不住了 但是相对来讲 台积电在华盛顿的 DC的拉比的人员跟经费 都比韩国三星 还要少很多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厂商想卖 做生意 卖进中国大陆 政府希望你们大家 跟中国大陆最好能够精准脱购 这些都不要进去 所以在这两股力量当中 就出现我们所谓的犹豫 也会才出现层层加码 一波又一波 因为尽量不又退一步 尽量不退一步 中间发现很多漏洞 那补足一下 稍微补充一下 你刚刚讲说台湾跟韩国 从美国的角度 我们为什么一定会绑进去 因为他不希望台湾跟韩国 变成他围堵中国 去除红色供应链的两个漏洞 我们可能会变成两个漏洞 尤其你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贸 依存度这么高 我们外贸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几 都是对中国大陆 这四十几里面 大概八九十都是ICT产品 ICT产品里面又超过一半 都是半导体的产品 所以呢 美国一定要把台湾跟韩国绑进来 尤其台湾是重中之重 你刚刚讲G4 某一个角度来讲 你的好友郭正亮就讲说 其实G4就只对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只对一个目标就是台积电 他讲这个也有几分道理 不是不对的 那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我做个简单小解决 中国大陆有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来突破或者脱困呢 就是靠他的市场 因为他市场这么有吸引力 总是有厂商想要跟他做生意 卖产品给他 卖工具给他 卖设备给他 或者是实在不行的话 韩国日本的厂商规定不准卖进去 我们也看到这个趋势 韩国日本厂商 甚至台湾台商早就已经进入到 中国大陆境内去生产 所以就逼得在中国大陆境内开始生产 中国大陆境内所需要的 美国所禁止的不准进口 他就干脆在本地生产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材料 设备商 甚至软体商 在中国大陆就出现了 就外国的厂商 我不准卖了 那我进去设分公司 然后跟中国大陆的很多优秀的头脑合起来 来自己开发本土所需要的 这也是一种脱困的可能 但就像我刚刚讲 不可能全面短时间之内 在那么长的半导体功能链中的 每一个环节都同时都突破 一定是部分的不同的 比如EDA可能有一些突破了 或者制造业里面 也许28奈米到20奈米到16奈米 14奈米可以先突破 大概是像这样子一个 这边层层加码 我这边个别星球突破 这样子一个态势 还会进行很多年 我的估计至少五年十年 你不会看到一个很底定的结果出来 好 因为不久之前不是听说 中国大陆的就是半导体 已经7奈米 这个是真实的 这真实的 但是他按照这种 就是说弯道超超车的方式 还有再突破的可能吗 好我要先定义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用弯道超车这个名词 但这个名词好像没有人定义过 我把定义成所谓的弯道 就是技术突现突破 技术突现突破 或者技术的典范出现转移的时候 才是弯道出现 就真的就像赛车 有弯道出现 后面的车才有可能超车 如果大家都在直线上 每个人都用门追到底 那你的引擎不要比人差太多 其实很难超车 那中国大陆想要弯道超车 必须要找到技术有所突破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第三类 第三类半导体材料 这就是一个可能的弯道 所以有可能在这突破 大家又都回到了这个同样起点 所以说 那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面 也可能可以寻求一些突破 或者寻求一些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跟机会 可以这样讲吧 这样回答你问题吗 对了 中国当然是有在寻求 就是说在第三代半导体的时候 是不是有突破的机会 不过我们在讲就是说 它现在的7奈米的制程 就是会进一步的成熟 对不起我没有回答你刚刚讲7奈米 还能够再往前推进吗 有可能 但是如果在商业的角度 商业的领域 我们讲究的不光是做到某一件事情 因为在实验室 我可以做5奈米3奈米 那个IBM今天已经做了2奈米 全世界最早3奈米是IBM做出来 像你觉得美国最近 大概就两个礼拜前 他有人做出0.7奈米 你在实验室里面花了很大的成本 不计代价 做出一两个piece 那个不叫做商业的 对没有mass production 没有大量制造 那你刚刚讲说 中国大陆做出7奈米 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前 约瑞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台积电过去 那位梁孟松 在他去年茶壶里的风暴 他要辞职 辞职信上面也说了一些 那我们当然有些朋友 在两岸半导体相关工作 我们不要讲他名字 或者公司的名 他们也告诉我说我们的确做出来了 但是那个量都不是很大 那你要知道 现在做一个7奈米的晶片的 那个光照的成本 设计的成本 动不动就上亿美金 如果你不能卖出几千万个piece 像手机一下 一年出了两三亿只 那你那个成本是赚不回来的 所以那个他能做出7奈米 是在少量的情况之下 用明明是只能做40奈米 28奈米的设备 就是我们所谓的围影设备 Lithography System 或者叫俗话叫 大陆叫光刻机 用这些比较 明明是做低阶产品的 但我经过重复曝光 自我校准一些技术 去把硬钉出来 做出来了 这个7奈米 那你说要不要再继续突破 他真的要突破 当然也可以 可是那个量 还有那个成本就划不来了 那我现在看起来 中国大陆就先把28奈米的 因为美国现在没有限制28 现在传出来是14 所以14 比14更大的 比如说18奈米 20奈米 24奈米 努力把那个产能做大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特殊需求的 也把它做金 然后再先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 或者像我们刚讲 第三类半导体 需要更多的 更高的更大电流 更高的电压 更强的这个频率的 这些特殊的产品 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呢 在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 半导体 电源政治学里面的 其实中间好几张 都提到这一点 就因为中国大陆 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全世界都正在努力的 就是智慧车 或者未来车 或者电动车 这里面用到很多 需要第三类半导体材料 才能做出来的 高功率的晶片 那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一个弯道 那这个地方里面的专利 我检查过 专利大家都不多 所以你所谓的突破 中国大陆突破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他第三类半导体的 专利累积到够多 像华为在5G 他累积够多 就会形成对于 后来者的屏障 或者barrier障碍 他就可能在这边领先 技术突破了 专利累积了 他就形成一个领先的地位 那就可以反过来 压制别人 好 当然这个里面的 牵涉到的面向 跟专业性的 其实是很高 不好意思 我讲的太严肃了 但没关系 不不不 你别像这样说 就是我再找时间 再找乌林响来聊 因为就像乌林响刚刚讲的 就中美之间 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是一个卡脖子的 卡脖子的一个竞争 是一个关键技术的竞争 那在半导体当中 如果不能够突围的话 那你就是长时间 就继续了被美国 讲难听点是绑架 讲难听点的 就是养人鼻息 毕竟他是所有的 所有的产业 只要是电子产业 几乎都会跟晶片 跟半导体有关 好 那这也是中国 现在最痛苦的地方 这也是美国 现在最有优势的地方 但是这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累积 短时间之内 是不太可能 有什么很激进的突破的 但是他终究 我们处在一个政治逻辑 在支配商业逻辑的环境 就商业逻辑来讲 不应该会有这些事情 他就是应该 这个全球主义的框架 可是美国现在已经在一个全球主义的概念下面在退缩 他现在正在寻求他自己的保护主义了 他已经从全球市场当中 慢慢的缩回到他原来的保护主义的框架跟思维里面 美国现在是一个保护主义弥漫的环境 逆全球化 对 在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保护主义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讲 中美之间的竞争一定要杀到底 好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书大家自己找来看 野人文化出版那半导体地缘政治学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屋顶上 感谢 谢谢 下回再麻烦你 来进广告回头聊